中部地区时晴时雨的天气 让西湖露天葡萄受不了 大约有三成出现了裂果 为了减少损失 葡萄农也趁着雨势稍缓抢收 另外福星地区的百香果 也因为连日大雨 有两成以上的果实是空包蛋 让农民损失惨重 看到辛苦栽种的百香果 一颗颗不断腐烂掉落 果农的心在淌血 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料 就是空的 就算没被大雨打落 外表看似漂亮的百香果 打开一看竟然全都是空包蛋 一整片的百香果圆 北连日的大雨打的是七零八落的 地上全都是落果 损失惨重 阴湿多 然后又非常多雨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我们也在开花 然后比较冷的时候 密封也不出门 所以它就算所果之后 里面的空心的成分也很高 所以我们没办法出货 梅雨封面来袭 福星将这处百香果圆 损失超过两成 金额初步估计就有七八万 只希望天气赶快好 或是强壮才不会一直掉过 同样受气候影响的 还有西湖的葡萄 趁着雨时烧缓 葡萄农赶紧抢收 不过仔细看 每一串结石累累的葡萄 总会有几颗裂国的情形 大约三成出现裂国情况 而果农增 裂国灾情也造成葡萄出货缺 短缺 再加上盤商搶着药 未来葡萄价格恐怕也会跟着上涨 小戴荣茂 中华报道